男人为了获取妻子的亿万财产 偷偷研制了新型毒药 用他毒死了爱自己如命的富婆妻子 在妻子的葬礼上 男人事先在眼睛中滴入眼药水 装作伤心欲绝的样子 家人们纷纷上前安慰他 然而当晚 男人去了他的情人家里 并与他缠绵在一起 不料一通警局打来的电话破坏了氛围 警方表示男人妻子的尸体被偷了 男人立即有了不祥的预感 连忙起身前往警局 情人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男人却没有解释 而是从情人家里拿了一点痴头痛的药 男人之所以毒死自己的富婆妻子 是因为妻子控制欲强的极端 他每天穿什么内裤拉多少巴巴 都要在他的控制范围内 这种生活让男人感到窒息 加上情人告诉他自己怀孕了 于是男人决定使用他研制的新型毒药 毒死自己的妻子 而男人也坚信自己的药物就算是法医 也根本检测不出来 可千算万算也没算到 妻子的尸体居然被偷了 这让男人感到一阵后怕 他马不停蹄赶到停尸房 愤怒地斥责他们办事不力 连一具尸体都守不住 警长却表示 他们经过现场调查 发现是有人袭击了看守的保安 趁机盗走了他妻子的尸体 男人怀疑这是否是普通的偷尸贼 但警长认为对方目的明确 停尸房其他尸体都没有被动过 而且根据现场痕迹判断 偷尸的应该只有一个人 随后警长询问男人晚上八点十的行踪 男人立马明白警长是怀疑自己在偷尸 可总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在情人家 不然他的恶行可能会暴露 急忙谎称自己八点那会头痛 去药店买了治头痛的药 说完还把药掏了出来 这时法医带着一份报告来到停尸房 报告显示男人妻子死于心脏骤停 并未发现致命的毒药成分 这个结果早在男人的预料之中 他对自己研制的心形毒药非常自信 然而法医接下来提出一个假设 如果男人妻子是自己服用了某种药物 导致心脏突然骤停假死 会不会醒来之后 自己从停尸柜里爬出来了呢 警长却认为这不太可能 根据地上的痕迹 对方离开实名显用物品阻挡了大门 如果是男人妻子的话 根本没必要这样做 结果这时停尸房突然停电 而妻子的停尸柜居然发出了声响 男人小心地靠近查看 发现停尸柜里有一个箱子 他好奇地打开查看 可看到里面的东西吓到尿了出来 手抖到箱子直接摔地上 因为里面放的 正是他给妻子使用的心形毒药 而这个毒药只有他和妻子知道 他匆忙将毒药捡起放入口袋 却正好被警长看到 当即要求他把东西交出来 男人自然是不愿意掏出来的 于是警长直接强行夺走药品 男人死不承认自己认识这个东西 警长当即让法医拿去化验 不料这时警长的上司打来电话 要求释放了男人 毕竟他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可警长根据男人的表现来看 男人有很大的嫌疑 假装手机没信号挂断了上司的电话 随后和手下在附近进行搜索 很快发现了一个通风口 正好通往内部监控室 此时男人趁机提出要去上厕所 来到厕所确认无人后 给情人打去了电话 告知对方妻子尸体被偷走了 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 此时情人告诉男人 有一个号码一直在给他打电话 他不敢随意接听 就在此时男人转身看到 窗台上竟然有一张割锯票 而这张割锯票 正是妻子之前邀请他一起去割锯看的 当时因为情人骑车受伤 他去照顾就没有赴约 这让男人感到后背发凉 难道妻子真的没有领盒饭 而是早就洞察了自己的一切 提前注射了解药 现在就是计划让他身败名裂 与此同时 警员也找到了妻子的妹妹 女人刚得知自己姐姐的尸体被盗 不料下一秒竟收到了姐姐发来的短信 要求她去办公室 她立即带着警察赶到 却发现姐姐并不在那里 反而找到了姐姐的婚前协议合同 同时警长将男人带到监控室 发现来停尸房的车辆 只有警察自己和男人的车 这意味着偷尸者不是开车过来的 如果要把尸体带走 只能从没有监控的山里逃走 立即让手下到附近山里进行搜索 很快就在路边的草丛中 发现了一个女人的脚印 此时男人注意到监控室的时钟 显示的日期居然是2007年7月20日 这个日期只有她和妻子才知道其含义 这让男人更加确信妻子并没有死去 而是早已知道她要毒杀自己的计划 故意将计就计 男人立刻返回停尸房 给情人打去电话 告诉他要锁好门窗注意安全 因为妻子可能还活着想报复他们 此时化验结果正好出来了 发现这瓶药物在服用后 会在八个小时内导致心脏骤停死亡 这下男人的嫌疑更大了 而警长的上司也亲自赶来 要求警长立即释放男人 警长当即将自己的发现告知上司 上司听后也觉得男人非常可疑 同意给警长一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找不到有利的证据 就必须放了男人 而在停尸房里的男人 突然发现窗台上放着一杯红酒 与他给妻子下毒的那杯极其相似 没等他擦把汗 一个停尸袋里传来了手机铃声 男人颤抖打开袋子 里面的手机正亮着来电显示 更让他恐慌的是 这上面的号码居然是妻子的 经过各种线索证明 男人确信妻子并没有死 随后他按下了接听键 但对方没有说话 而是挂断了电话 男人马上回拨 但电话被对方直接挂断 同时警长拿到了警察送来的婚前协议 充分证明了男人有杀害妻子的嫌疑 因为他们婚前协议上面写得很清楚 如果婚后男人与其他女人有不正当关系 他将一无所有净身出户 而且有一份妻子请的私家侦探报告 已经查清了男人有其他女人的事实 另外还有一份男人商议下毒杀妻的录音 男人听到这些后 男受到冲进厕所呕吐 就在这时 他突然收到妻子发来的短信 告诉他自己在埋藏秘密的地方等他 后面还附带了一堆他和情人在一起的照片 男人赶紧给情人打电话 告诉他家里可能有其他人 让他赶紧离开 情人听后立马照做 却发现门被别人锁死 男人听到情人的惨叫声 发疯般的想冲回家 却被警长一个过肩摔扔到地上 男人请求警长派人救情人 随后讲真相说了出来 原来男人是一名大学教授 当年妻子欣赏他的才华 用金钱和权势直接往他身上砸 这样的婚姻可想而知 男人被妻子完全掌控在手里 就如同一个提线木偶 直到他遇到了自己的学生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对男人而言 只有在情人这才能找回男人尊严 再加上情人告诉他自己怀孕了 所以他决定杀害妻子 但他没有想到 妻子早已预料到一切 将计就计喝下了毒药 再给自己注射了解药后假死 警长这时也收到了手下消息 发现情人家里根本没有生活痕迹 男人听到这些后彻底猛了 当即咬死一定是妻子杀害了情人 然后把现场布置成无人居住的假象 虽然男人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但是从目前妻子还活着的情况来看 就无法认定男人谋杀 加上男人的关系上司一直在施压 警长只能把男人放了 男人得到释放后立马上车 赶往他和妻子埋葬秘密的地方 他要和妻子做个彻底的了断 而警长在男人离开后 开车直接追了上去 他早就在男人的身上安装了GPS定位 男人很快就来到了一片树林里 却根本没有发现妻子的身影 而且这时警长已经赶了过来 男人傻眼了 警长不等男人回过神来 质问他把尸体藏在哪里 可男人表示自己真的没有偷尸 认为妻子还活着 他请求警长救救情人和他的孩子 警长却坚称妻子并没有复活 因为尸体其实是自己偷走的 此时放到了男人车的后备箱 男人瞬间傻眼了 这不贼喊捉贼吗 完全不明白警长为何这样做 警长情绪失控地告诉男人 他曾经有一个即将结婚的女友 可在2007年7月20日那天 他的女友和妹妹去祭奠父母 因为没有赶上回程的末班车 只好打电话让他去接 可就在女友打完电话之后 却发生意外 姐妹俩半夜到墓地看望爸妈 不料被突如其来的小飞车撞飞 妹妹直接被甩到马路外 而姐姐则倒在血泊中 第二天妹妹被发现送进医院 但姐姐却活不见人死不见时 根据妹妹的回忆 她只看清是一辆黑色轿车 来不及看清车牌号 这让资深的警长也没有丝毫头绪 直到妹妹长大进入大学后 终于在一本杂志上面 看到一款化妆品的标志 这是她那晚记得的唯一线索 警长立即根据这个标志和黑色轿车的线索 很快就确认了肇事者 正是男人和她的妻子 因为只有他们的定制车上有这个标志 而标志正是妻子的公司标志 警长明白事情发生已久 已经没有任何证据 妹妹听完警长的分析后 明白无法通过法律制裁他们 决定亲自报仇 她故意接近男人 让她深深爱上自己 还骗她说怀了她的孩子 逼得男人在妻子和她之间做出选择 男人已经受够了妻子的操控 恰好她研发的新型毒药 于是她将自己的计划全部告诉了妹妹 趁男人不注意时 妹妹偷偷拿走了一瓶毒药 并把他们的谈话录音下来 在男人杀掉妻子后 警长偷走了尸体 制造出妻子复活的假象 男人得知真相后CPU都烧了 也把当年的事实说了出来 原来那天她和妻子喝了点酒 不小心撞到了人 男人原本想报警 但被妻子阻止 因为她喝车开酒加上撞人 一旦报警就会毁了她的前途 当时如果报警及时送伤者去医院 还有抢救回来的机会 可他们直接把受伤的人搬到山里 随后挖了个坑 把遍体鳞伤的女人活埋了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当时撞到的其实是两个人 只不过妹妹被甩到了马路外 没有被他们发现 现在终于真相大白 男人突然感到呼吸困难 原来妹妹在她离开时 给她偷偷喝下了她研发的新型毒药 临死之前 男人告诉警长 他们埋葬尸体的具体地点 警长果然在那里挖到了女友的尸体 随后把男人妻子的尸体放进了坑里 不久后 男人苏醒过来 原来警长并没有让她毒发身亡 而是给她注射了解药 让她保住性命 警长不想让妹妹也背负杀人罪名 她决定让男人接受法律的制裁 而男人最后因杀害妻子的罪名被捕 迎接她的将是法律的审判